我们有些公式先等等 我们先来做一点点小小的操作 各位看一下 刚才如果我的画面太大了 就像这样子 然后我每次要做低下的公式的时候 就发觉说 等一下 这一格是什么成绩啊 或者是这一格最低分 各颗最低分 最低分是哪一个成绩啊 你还必须要拉拉拉拉拉拉到最上面一排 才看到它是国文 我可不可以在往下卷的时候 第一排 第一个 这个叫第一列 都帮我留着 甚至呢 你看我这边横的有卷轴 卷卷卷卷到这 我本来要算它的时候 等一下 这个人是谁啊 你还要再往前 他叫金城 我可不可以 姓名跟序号 不会因为我转动而移动 上面的 各科目的名字 也不要因为我往下了之后 上面就不见了 他可不可以那排都留着 可以吗 我现在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怎么上面要留 这个要留着 来看哦 这边有一个叫查看 左上角有一个叫查看 冻结 冻结 第一列 以及左边的两栏 所以我来我先 查看冻结一列 先按一次 查看冻结两栏 好OK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 粗粗的线 你看哦 我往下移动 我这边移动太快了 来我动这边慢慢移 我这边打 假设我今天移动到这里 要打字的时候 上面这一排是不是都不会消失 都会在 有没有 那如果我往旁边移 你看哦 国文已经被我 好像被说进去了 可是姓名跟序号都在 好 所以如果你希望说 你做到底下的时候 那一栏上面的那一栏的名称 希望都停留在那 我往右 那左边的这个项目 永远在这的 别忘记就是查看冻结 你要冻结几列 冻结几栏 但是如果哪一天你不希望 你最上面那一列不需要冻结了 你不要冻结了 那没关系 就查看冻结几列 查看冻结几栏 你看哦 这时候如果在这边往下 上面的那个国文英文又不见了 可以吗 往右边也是一样 人的名也消失了 也就被我隐藏到左边去了 所以但是我们习惯 上面这个标题的那一列保留住 因为以后资料一直往下拉 它标题在会最好 所以查看冻结一列 好那左边我这两栏要留着 查看冻结二栏 好那冻结完你自己去滑鼠转转看 滚轮转转看 右边按底下的滑鼠转转看 看它可不可以在 好不好 好来各位做一下可以横的叫列 直的叫来 好试试看